我記得當初進來的時候 我跟經理人說 我希望可以養媽媽 養到家裡 我不怕辛苦 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不要錯過最新的娛樂專訪 我覺得每個年代的歌手 要具備的條件都很不一樣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去看 因為現在是科技發達的年代 其實會有很多途徑可以接觸到觀眾 我覺得要依照這一方面 跟著這個時代 然後多些去管理 所以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相反我是一個挺反傳統 蠻反現在的玩法的歌手 但我覺得最主要先要曝光 就是社交媒體 而就是要 幸運 我很少經營社交媒體 我覺得我自己會珍惜 面對面的相處多過 在虛擬網絡的交流 平時跟朋友多數都是約出來聊 或者相反我依然會打電話 我覺得現在真的有重要的事 或者真的要聊天 我認為打電話比文字上實體很多 仍然是煮電話 還有這件事 四年改變了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應該是心境的變化 因為畢竟在娛樂圈會見很多人 面對很多事 也會遇到很多意見和批評 所以要如何去調整一個心態 去接受去面對 有時未必一定要接受一些低潮 可能接受高潮 我覺得是需要調整的 很多時候會是很大起大跌的 有時你很開心 但突然之間當你去平淡時 就覺得好像缺少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入行最大的變化 就是在心境上 對自己的情緒管理 好視乎第一桶這麼多 應該說去到一個自己也猜不到的數目 可能20歲的時候自己也猜不到 七年後自己會找到這個數目 其實也很開心 也有驚喜 我記得當初進來的時候 我跟經理人說 我希望可以養媽媽 養到家就不怕辛苦 甚麼工作你也幫我找 你盡量幫我爭取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做到的 媽媽很久了 媽媽兩三年前都沒有工作了 做了經濟之處的感覺 終於明白 小時候不會明白大人 都是工作而已 沒錢就去銀行這樣 小時候的想法 大後當然知道原來不只是賺錢 有很多東西同事要承受 不一樣的壓力 我覺得當你做了經濟之處之後 很多東西你懂得計算 無論是時間 無論是… 我不知怎樣說 很難用言語表達的心情 但我還是踏實了 我給自己的目標是 我希望35歲前可以退休 我還有八年時間 七年半 好看我希望要甚麼退休的生活 但我的目標是希望35歲前可以退休 享不享受做世一 享不享受做世一 小時候的目標當然是希望做世一 但到大了之後 就會覺得原來世一 不是只是表面那麼開心 或者那麼值得開心的事 因為同時你會背負了很多責任 背負了很多壓力 背負了很多情緒 背負了很多意見 所以如果真的有得選擇的話 我覺得可能做世二三四 即是沒那麼風頭 沒那麼注目 我會開心一點 但當然這個是要假設我是世一 我又覺得暫時未到達到那個位 我覺得到我真的到達世一這個位的時候 我要再問多一次這條問題 可能到時我會享受 這次我覺得這個角色 我覺得跟我有些地方相似 因為一開始是一時無盛的少年 不打不撞入了一間詐騙公司 在裡面成功騙了一個人 很多錢 就是五君如小姐 對啦 那個角色裡面 其實他一開始是很呆呆的 然後就找到一樣 好像能夠證明自己的事 當然在戲裡面是詐騙 但其實再深層一點 對這個角色來說 他終於會有被需要的時候 怎樣看亡年暖至大暖 我認為愛情不應該有分甚麼暖 因為很純粹 因為我覺得 喜歡這件事是真的很純粹的 有些人喜歡就喜歡真的沒有原因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不能因為一些外在的條件 會令到那件事變質了 我覺得愛就是愛 怎樣看交友APP 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因為坦白說的確交友APP是可以令到人與人之間 會多了一個交流的途徑 但會不會是一個最好的途徑 我未必是 可能說之前我很少會用社交媒體的原因 我覺得我會嚮往以前的認識朋友的方法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親身見面 你真的透過大家面對面交流 聊天去做一些事情去建立彼此的信任 或者建立你對他的印象 而相反很多時候有社交媒體之後 大家只會靠你的profile 你發出什麼相片去判斷你是一個什麼人 我覺得已經少了很多那種真實性 我有玩過的 絕對有的 但是純粹真的有時候有些說話 是不希望一個身邊認識的人 即是不想跟身邊認識的人分享 可能你會想找一個完全不認識自己的人 然後跟他分享這些事 因為他講完畢都不知道你是誰 是沒有用真命的 你會找到人的感覺 感谢观看